我們現在請大家換到簡報第14頁這邊 簡報第14頁這裡 我們的第一關是光明的小夜燈 那之前我們有玩過是直接利用光明 就亮燈關燈 這次不一樣 這次我們就根據光線的強弱來調整LED燈的強弱 也就是光線如果越亮 LED燈要越亮還是越暗 如果它光線越強 我的LED燈就越強 那叫日光燈吧 白天用的 我們要是晚上用的所以就要顛倒過來 所以我們這個範例 這個關卡有一個很重要的觀點就是 不是它越強我就越強要顛倒過來 所以你可以偷看一下 我們待會網頁的互動方式 我們要顯示文字的 剛剛我們有打開這個模擬器的 有沒有這裡有一個燒杯 對不對 第一個就是顯示文字的 你可以先把燒杯打開 然後呢 這裡一樣有個閃電 把你剛剛的那個裝置 你如果有的你把它貼進去 看一下你的裝置叫什麼名字 你把它貼進去 確認一下你們家的裝置 有沒有繼續在線上等待你的召喚 好不好 一定要變成綠色的喔 變成綠色的 好 那 在下面這邊呢 老師都有寫一個就是 Weirdino上面有關光明電阻的那個教學 所以你也可以參考這邊 也可以參考這邊 那 了解我們 這一關 需要的 工作之後 就是他過關的條件之後 你可以往下一個 簡報 第15頁看一下 老師有把那個接線圖先放在這裡 我們有沒有不小心就接好了 就是你剛剛那個啊 只是你的LED燈顏色不見得跟我一樣而已 這樣了解嗎 OK 那光明因為它是內建的 所以也不用 也不用 這樣有沒有了解 好 那麼 積木到底怎麼做 我們先把硬體先完成 我先介紹完 這個 來 一樣 你看我們左手邊 開發板 是不是先拉出來了 先把它拉出來 但是注意一下喔 我們現在開發板是哪一個 我們現在是smart的喔 所以這個要換 那透過Wi-Fi 對不對 連到哪一個裝置 所以你那個裝置 一樣打在這邊喔 所以我一樣 連到這裡 你看老師偷懶的我都會貼上而已 我不會記下來 欸 像我暑假都有開兒童班耶 蛤 國小的啊 他們都好厲害喔 老師我的都把你記住了 我說我都不會啊 好 那有一個開發板 有的 我們有兩個裝置喔 你看我們簡報裡面有沒有兩個裝置 一個是LED燈 一個是光明 所以呢 你把硬體 LED燈 這個時候 這裡就跟哪裡不一樣 剛剛模擬器不一樣喔 模擬器是直接一次排開 可是 在我們比較正式的這機目裡 有分兩種 一種叫原件模組 一種叫傳感器 原件模組 就像我們LED燈一樣 只有開跟關的 那傳感器就是 它會回傳一個數值給你 比如說什麼 風明器不會 風明器不會回傳數值 你叫它撥它就撥 比如說光明電阻 它是會偵測光 對不對光線 比如說超音波 它會測距離 了解嗎 它會傳一個數值給你說啊 你現在距離多少 那我們LED燈 是在這裡 光明在下面 所以我有一個LED燈 我放在角位2 對不對 所以你硬體要先把它 準備好 然後呢 我有一個光明電阻 在這裡 有沒有 傳感器裡面 好 在傳感器裡面 對 這裡有一個 但是 稍微留意一下 它的角位是第幾個 A0 因為這個它燒在板子上的 所以就 沒有什麼好選的 就 只能它 燒哪一個角 你就是照它的角位 好 這是A0 所以你這個地方 就麻煩 A0 這樣OK嗎 所以這個是我們硬體的部分 要先這樣完成的 好 硬體的部分先這樣完成 A0 谢谢观看